接下來是一個重點 這個打點計時器 這是我們的一個實驗器材 這邊有一個打點計時器 底下會墊一張附血紙 然後你把你所要打印的紙 從它下面穿過去 它就往下壓打一個點一個點點出來 像這樣 打一個點一點 打一打一打 就把它上面點出一些點點出來 然後觀察點點然後問一些問題 要拉那個紙袋 就我們要做誰拉那個紙袋 它去點一些點 像這樣 點出一些點點出來 然後 就根據這些點點 然後問一些問題 問一些問題 基本上我們會跟你說打點計時器 每秒打20個點 30個點 60個點 我跟你說打點計時器 每秒打20個點 意思就是每兩點之間的距離 就是20分之1秒 我們不玩直數問題 就是這就是20分之1秒的意思 兩點之間距離 這是一個keyword的一個重點 就是打點計時器的一個關鍵就是 兩點之間的時間距離是一樣的 時間距離是一樣的 齁 donc 巧合 時間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可以當作計時工具 看你打了幾個點 就知道經過多久的時間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平常考試要問的問題 我們會問的問題是這個 第一個 我把這個點的分布情形給你看 你告訴我 他做什麼運動 目前 我們只有教到速度 所以通常都只做到這件事而已 第二個是我給你數字 上面給你幾公分 幾公分 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做一些計算 如果在這裡考計算 通常都很簡單 間隔二十分之一秒 走了五公分 五除以二十分之一 速度就是一百 這樣子而已 比較簡單 後面有加速度之後 會題目再會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是比較喜歡 配合有加速度的題目來考 但是打點計時器的點點讓我看到他的運動的狀況 同時如果加上一些數字 我可以考你一些計算 計算速度啊 計算加速度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好 來 打出的點如果長這樣什麼意思 現在在這裡 當腿在這裡 然後還是在這裡 很好 不動 表態是靜止的 那如果點出這樣的點點是什麼意思 動不動 他不但是一直動 而且呢 同樣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這樣做什麼運動 等速度運動 這個你要注意喔 這個你要注意指示往哪一邊拉 上面告訴你指帶呢 運動方向是向左邊 手向左邊拉 所以哪邊是第一個點 最左邊第一個點 右邊是最後邊 右邊是最後邊的點 你不然他劍的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加速 他速度越來越快 那同年代表什麼意思 越來越慢 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看點點知道他運動的狀態 第一種考試的類型 我把點點畫給你看 請你告訴我 他的運動的類型 運動的狀態是如何 好 這是簡單題 打了兩個點出來 兩個子帶 點點像這樣 第一個問題 A跟B 哪一個是做等速度運動 A跟B 哪一個做等速度運動 23 23誰 誰做等速度運動 A做等速度運動 請坐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點點的時間距離都一樣 如果是同一個打點 即是表示健康時間通通都一樣 比如都是20分之1秒 或者都是10分之1秒 然後呢 走的健康距離也都怎樣 一樣 花的時間一樣 走的距離一樣 所以通通都是怎樣 等速度運動 所以A跟B都等速度 但是呢 總是不一樣 對不對 是一個動的比較快 一個動的比較慢 請問你從圖上看 誰動的會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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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這是幾號 10號 10號 誰動的會比較快 A A 你選A B啦 你選B A還B B A C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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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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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打點計時器 兩點的時間間隔一樣 B走的距離比較大 同樣的時間 走比較大的距離 所以速度就比較快啊 比較快啊 所以呢 答案就是B的速度快 這是簡單的 簡單的 你有講過 在講 直講速度的時候 打點計時器 速度的題目都比較 簡單 那後面有加速度的時候 會稍微再比較麻煩一點 那時候我後面再跟你講 反正就是看到 就是有關於打點計時器的部分 請要看到他打出的點 能夠看出來他做什麼運動 然後未來我加上數字之後 要能夠做一些計算 計算出他的加速度或者是速度 這是有關於打點計時器的部分 好嗎 阿威